大家注意 你像以下底端带有撇和树弯钩的这一类字 千万不能这样写 很多同学这类字写不好 就是犯了这样一个错误 就是把撇写低 然后树弯钩写高 大家看一下底端撇低弯钩高 撇低弯钩高 是不是 这样写为什么不行 因为大家知道吧 我们一般上部的横向笔画 咱总是左低右高 微微往上倾斜的 是不是 你看横向笔画 左低右高往上倾斜 为什么往上倾斜 往上倾斜能让整个字写的有精气 有动态感 现在活泼有趣味 左低右高往上倾斜 出一个姿态一个动态感 是不是 那上部的横向笔画 往上倾斜给人什么视觉感受 给人的视觉感受是 左边低往下压 右边轻所以往上撬压 那上面已经左重右轻 左边低右边高了 那你底端还能再撇低 树弯钩高吧 那不就整个字就撬上去了 是吧 上部往上倾斜 底端还往上倾斜 你看 上面往上走 底端再往上走 左低右高 是不是 那就整个字是往上倾斜的 它重心是不稳的 是左低右高往上走的 看见了吗 重心不稳 大家注意 有上扬一定要有下落 如果上部的横向笔画 往上走了 那右下方就必然 要有往下压的笔画 来把重心给它稳住 所以它底端撇合树弯钩的处理 很重要 这个笔不能写这么低 树弯钩应该往下走一走 这个笔要短小一些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类子应该怎么去写 我们这个笔和树弯钩 要么底端是对齐的 两边一边高 要么就是把笔写的高一些 你看来看一下九字 你看笔画 往这走 压一下上去 你看横折弯钩 然后你跟下上处够 它底端可以在一条线上 或者你把笔写的高那么一点点 短一点点也没事 知道吧 比如说你看 我们把笔稍微短一些 然后横折弯钩往下 稍微低一点点 这样也没事 看见了吗 但是你不要把这个笔往下走 好 你看光这个字 大家来看一下 光字你看中间一束 好往下 点画 然后笔画往中间去 再来一个横画 好 然后你看底端笔往这 好 树弯钩往外延展出去 然后下上处够 底端笔和树弯钩 基本对齐的 是不是 好 那再来看一下 你比如说这个油子 横画往这 然后笔画往这 你看这个笔可以短小一些 然后树弯钩 你看稍微低一些 这个也没事 看见了吗 它高一点 它低一些没事 但是你不要把笔往下走低 好 你看隐字也是 上部 爱撇折上去 然后你看 撇往这 再来一个 树弯钩 往外延展出去 向上处高 好 再比如说 圆子 你看上面 写收紧 然后下部 撇和树弯钩 是往两边打开的 一定要注意 重心问题 这个皮你看 不要往下走的 太低 底端可以两边对切 也可以 树弯钩 稍微低一些 但是不要把笔过度拉长往下走 不然的话 整个字会给人感觉 左边重右边轻往下走 左边重右边轻 会感觉左边往下走的太低 是不是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底端带有撇和树弯钩 一类字的这个处理 要么就是撇高一些 弯钩低一些 要么就是底端在一条线上 知道吧 一般你在一条线上 其实写是比较好把握的 这是底端带有撇和树弯钩的 一类字的这个 书写方式 你学会了吗 我先不要 我先把把握钩点 然后我先甩 我先把握钩 生辆钩 我先 Pull一步